这个比工人大很多的东西是生产布粘锅的铝块 制作布粘锅从这里开始 首先聚机将巨大的铝块切割成两段 接着机器会修饰两端并清除铝块其他面上的杂质 然后输送带会将压别的铝块再次送回机器里面 这时导引装置会让铝块维持原来的宽度 而滚轮会再次将铝块压制成更薄的厚度 反复压制多次后铝块的长度大大增加 现在原本两米长的铝块被延展成了一百多米的铝片 接着被机器修整边缘之后被滚筒卷成了铝卷 这些铝卷将在另一个车间里展开 接着由冲压机施加巨大的压力将铝板压制在坚锅形状的冲屋上 这时刚被塑形的坚锅掉进下方的输送带上 而剩下的铝材将被用来生产下一批新的不粘锅 现在坚锅随着输送带来到了清洗站 在这里他们首先会经过清洁然后用氢氧化纳处理 这个过程会让发廊涂层牢牢附着在外层 而不粘的物质会附着在内层 工人把煎锅颠倒过来牢牢地固定在喷漆烤架上 这时旋转的煎锅通过喷漆嘴 在煎锅外层喷上了一层均匀的发廊 然后又被喷上了一层亮光透明漆 当煎锅经过干燥机时 热气会去除发廊涂层中的水分 接着由自动化刮刀用撕印方式将公司的名称和产品信息印在锅底 然后他们会进入固化炉被加热到560度 这个固化过程能让发廊硬化加深色彩 现在该对煎锅内部进行喷涂了 首先喷机会喷上特殊的底漆 接着在上面再喷上一层不粘涂层 等到喷上两层不粘的合成物质之后 煎锅被放到了输送袋上 这时他们还要再次经过425度的固化炉屎涂层硬化 烘烤完成后出口处的水会冷却煎锅并洗掉杂质 然后他们将通过红外现光式完成干燥流程 最后工人在特定的一侧打上孔洞装上把手就可以了 从普通金属变成外层具有发廊质表面 内层具有不粘涂层的坚锅 整个变身过程只花了一个小时